紅臺姬媚 Garda 製造 再簡單review 一下 這邊要強調的是頻寬 頻率偵動會講究到頻寬 這兩個是要考慮說 在 2 接的系統裡面 有沒有可能評率的響應會 會超過它的訊號 這個 M 就是它的 magnitude 然後這個是最大的那個值對應的那個頻率 你送什麼樣的頻率進去 這個系統會得到最大的 output值出來 所以這兩個是在 concern 什麼樣的頻率進去 你會得到最大的頻率出來 這個是在考慮說這個系統的頻寬 頻寬的物理意義一般就是說 你超過這個頻寬的話 能量就會減少一半 如果在這個訊號裡面的話 能量大概在保持在一半以上 那為什麼用一半 因為一半比較公平 再強調 這種 bandwidth 我們用這個一半叫做 3dB 頻率 能量一半的地方 那它特別適用什麼 就是那個頻寬看起來是這樣 好像溜滑T一樣這樣下來的 有的那個系統 它的頻寬如果這樣直接掉下來 它比較容易看清楚這個卡島 Frequency 在哪裡 但如果慢慢掉下來 像那個溜滑T一樣的話 你要切哪裡都不公平 所以一般我就切到二分之一的地方 就能量二分之一的地方 因為能量二分之一剛好就 3dB 就降了三個dB下來 所以我們就稱之為 3dB的頻率 所以一般而言如果沒有特別強 bandwidth 的頻率 bandwidth 的話 都指 3dB 的 bandwidth 如果你學過那個訊號系統的話 你會發現它對那個 bandwidth 的定義 不全然都是 3dB的 如果你要 Chepi Shaft 的 filter 的話 它這個掉下來 它掉的那個頻寬量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這裡有個 Repo Repo 玩家直接就往下掉 它是直接就往下掉 所以一般會切到這個 Repo 寬度的地方叫做 它稱這個叫做 bandwidth 所以我在強調 3dB 頻率最適用的東西在 這個頻率響應一個像 Continue的方式慢慢滑下來 不曉得應該切哪裡 所以切一半 再來就是這些數學的運算 所以我這邊就不太強調了 簡單講說 這裡會有最大值的話 這個微分等於 0 就是最大值 會有最大值的話 一般的條件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裡有個條件限制 這個要小於 就是更 r 分之一 那當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不要把它當作只是數學而已 就畫個圖看看 你看看 我們知道這個小於是屬於這個範圍 這是屬於這個範圍 這是45度角 這我們講過了 那這時候對應的頻率 這個對應的最大的頻率會在這個地方 那我發覺這個 這個最大值 把它帶進去 把那個頻率在這裡 這裡有個特色 就這裡 mr mr就是在這個頻率響應裡面 那個最大的那個頻率響應 我們發覺說如果在這個條件 在這個條件 小於等於更 r 分之一的時候 那麼它的確是會有一個最大值 這個最大值呢 還有一個特色 它跟 omega n 無關 只跟 damping ratio 有關 這個跟我們之前講 Titleman的 Maximum Overshoot 得到的結論是一樣的結論 那頻寬 bandwidth 算出來 bandwidth大概像這樣子 這個算 這個bandwidth顧名思義的 因為這 omega n 在這邊 所以bandwidth 會跟 omega n 成正比 那你就想問 那會跟 damping ratio 成什麼比 光這樣看起來看不太出來 下次各位看到這種看不太出來之後 因為裡面多了一個工具 叫做電腦 那現在就很方便 像電腦幫你弄一下 我到後我就看那張圖 這個式子告訴我說 平寬跟 omega n 成正比 那麼跟 damping ratio 會成正比來成白 我後面會看得出來 那這個先簡單 把剛剛這個數學式子 這種數學式把它具體化出來 各位看這個 這個只跟 damping ratio 有關 而且條件還要小於 0.707 那我們看這張圖 這張圖 這邊就是最大值 這個 M 就是 magnitude response 只看它的 magnitude response 橫軸我用的是 U U 等於 omega 2 U 是 normalized 顧名思義來看這張圖 這個是不是 damping ratio 越大 這是 0 0.1 0.2 這個 damping ratio 越大 看起來這個最大值就越小 damping ratio 越大 然後 Overshoot 不是 Overshoot 我老師會講的 Overshoot 是 Time Domain 所以 Frequency Domain Maximum的那個值會掉下來 一直到一個極限 叫做 0.707 0.707 各位你看 小於 0.707 的大概都會比 1 大 它那個最大值都比 1 大 一旦到了 0.707 以後 那個公式就不再存在 0.707 的話 這個等式就不存在了 微分當它等於 0 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你看 這個等於 0 的式子 這個微分等於 0 的式子 還有一個叫做 U 等於 0 一個是這個括號等於 0 這個括號等於 0 得到這個結論 但是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 是不是這個括號就不會等於 0 這時候等於 0 只剩 U 等於 0 而已 U 等於 0 什麼意思 U 等於 0 就是 Omega 等於 0 代表這個 Omega 等於 0 那一點是最大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結果 的確是 只要大於 0.707 的 最大值不會比 1 大 最大值 1 跑到這裡來 所以大於 0.707 以後 你看這個一路往下掉 一路往下掉 所以說如果你大於 0.707 的話 這看來就有一個 Low Pass Filter 這個可以到越高頻越掉 這個是沒有問題 這本來就是 Low Pass Filter 那看得出來 Dammit Ratio 越大的話 這個 Dammit Ratio 降得越大 頻率響應衰減得越快 所以 Dammit Ratio 不能起太小 那你 Dammit Ratio 比較小的話 會有超過 那這個你要 注意到因為我們畢竟學工程 不是學數學 學數學 你要 Magnificent的話就結束了 那這個會跑出來 你在工程上面要知道 為什麼我送個 1 進去 因為這個的物理意思 這個 Magnificent 我們前面那三頁是不是告訴你 如果訊號送一個頻率進去 橫軸是不是代表某個頻率 隨便畫一個 這代表某個頻率 這時候的 Magnificent是不是應該這個值 比1大 是不是代表說如果你送Sine的這個頻率進去 這叫 Omega 0 出來是不是會得到 假設我這個叫 1.3 是不是得到 1.3倍的Sine Omega 0P 加一個角度 前面告訴你 那為什麼送 1 倍進去 會出來 1.3 倍 是不是多數 0.3 倍出來 我們是學工程的 所以你要去解釋 0.3 從哪裡跑出來的 所以這個從哪裡跑出來的 所以這是放大氣體的 你訊號送電率 不是經過 M 這個系統嗎 這個系統本身會提供你額外的能量 所以要主動元件才可以 被動元件做不到這件事情 什麼叫主動元件 OP 就是主動元件 OV 上面是不是帶 VCC 跟 V plus 跟 V minus 那時候要提供 Extra 的 Power 這個 Power 不是你訊號來的 這個 Amplify 本身就有這個 Power 這個 Power 會提供你 Extra 的能量 送到 一直送到的 output 端去 你才會有 1.3 不然怎麼可能得到 1.3 所以這張圖 是在解釋的 就是這個 就當你看到這個東西 不要只看到這個 我請你去聯想一下這張圖 這張圖告訴你的意思 這張圖整個告訴你的 Damping Ratio 越大 那個 Magnetic Response 越糟糕的 就衰減的越快 就 Low Pass 的效果越好 那如果小於 0.707 的話 它有機會會 Peek 跑出來 那這邊的物理意義 我們說過 這個訊號進去 Steady State 以後 會不會放大多少倍 在那個頻率下面 看你是哪一個頻率 所以這個基本觀念 都是前三頁的告訴你的 基本觀念 我就怕你到了後面學學 你忘記前面是什麼意思 再把它整理一下 就純粹用 Deming Ratio 來看 在小於 0.707 的時候 這個 MR 就是最大值 是不是一路往下掉 一路往下掉 你看到這邊 這個 MR 是不是 這個是 MR 這個也是 MR 這也是 MR 對不對 MR 是不是 這個越大 是不是值就越小 MR 就是 Magnitude 的最大值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 觀察到的這個現象 從這裡做圖 那到了 0.707 大於 0.707 以後就變成 1 這個 1 的頻率在哪裡是 DC 這裡有它自己的 UR 這裡的 UR 都等於 0 這個 UR 是這個 是根號 1 減掉 2 倍的這個 這個是對應的看起來 所以 UR 也有這個現象 這個 Deming Ratio 在 0.707 以後就是 0 在 0.707 以下的話是越大 UR 越小 越大 UR 越小 對 這個圖告訴你是這樣 來看看 這邊有沒有告訴人家 Deming Ratio 越大 是不是這個 這個最大值的頻率在這裡 這最大的頻率在這邊是不是越來越小 越來越往這邊走 再說一遍 我現在要去看對照這張圖 這張圖是不是告訴你說 Deming Ratio 如果越大 公正頻率已經往下掉 公正頻率是越來越小 那這裡已經看到了 各位來看一下 這是小於 0.707 以後 這個最大值在這裡 UR 是不是這一點 這 UR 是不是這一點 這 UR 是不是這一點 看起來是不是越往這邊偏 Deming Ratio 如果越大 是不是 UR 就越小 那整個化解圖法就這樣 所以這裡有時候看不是那麼清楚的 可以藉由這張圖 這個是看正幅 這是看頻率 看得很清楚 這是頻寬的圖 頻寬的公式是這個公式 那我已經知道它跟Omega n 成正比 那麼跟Deming Ratio 橫走就是Deming Ratio 這是頻寬 頻寬故意除以Omega n 因為要除下來才是什麼 才是只有Deming Ratio的值 這是Normalized的意思 那看得出來是不是Deming Ratio越大 頻寬就越小 這個是從這個式子裡面去得到的結論 這要介紹紅筆的部分 Deming Ratio 頻寬會越小 好 那麼 顧名思義我來看一下 這樣看起來 Deming Ratio 越大 頻寬越小 我們趕快越大 頻寬就越大 在Titleman做到這個時候就開始畫圖 畫圖就用圖上面Pole的位置去拆 它應該在哪裡 我再給你強調一下 這裡Pole的位置是指Cross-door Pole的位置 我們用ABCP 那現在是在講頻率域 所以我們先看你覺得哪一個頻寬最寬 先記得有這個條件的 有這個條件的 針對這個 Bandwidth並沒有這個條件 我們先說一下 Bandwidth 你覺得哪一個最寬 ABCP 哪一個 B在 這個 因為這個是我們R最大 然後Deming Ratio 最小 所以這個頻寬會最寬 沒錯 這是對的 那我們可能會有一個質疑 就是說 剛剛你看那個公式 Bandwidth不是跟OmA層正比 跟Deming Ratio乘反比嗎 OmA層看起來 應該是沒錯 我們這樣問好 那你覺得C跟A兩個哪一個頻寬比較快 然後你用直覺 因為我現在沒有數字 我只是要培養各位直覺的觀念 理論上這東西 代入電腦都知道的 但是你電腦不會永遠在你旁邊 永遠在你旁邊的是人腦 所以讓你確認一下 如果說按了你的直覺 你覺得A跟C哪一個頻寬比較大 C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這裡畫得比較誇張 但是你看那個公式 從那個公式 公式對到下面一張圖 對不對 那個有個曲線 那個曲線掉下來是比較慢掉 你看 B那個頻寬跟OmA是否直線了 就是乘正比的關係 然後跟Deming Ratio 他雖然是乘反比 但他不是很漂亮的反比 一般如果乘正比乘反比 是不是應該乘上某個常數的意思 但那個很明顯不是一個常數 他是緩慢 他有個越高他越低 你嚴謹的講你不能加整反比 你嚴謹的講只能像我的紅筆上寫的 Deming Ratio越大 頻寬越小 但他不應該是成什麼線性的關係 所以你從那個數學式 我說為什麼要你用直覺 從數學式來看的話 因為是OmA的影響 應該比Deming Ratio來得大 所以你同不同意 就同樣加大一倍 OmA加大一倍 Benguin是不是直接加大一倍 但是Deming Ratio加大一倍 他不一定會降一半 所以我們一般是用這樣的觀念 所以說如果沒有給你特別的數字 當然 我這裡是畫得很誇張 所以你會這麼覺得 如果我到中間又畫一條 如果我沒有跟你數字 你直覺上猜的話 應該是這個會比較OK 因為這個長度比較長 所以這是直覺啦 我本來每次都對 所以這樣也有個概念 那M哪一個比較大 我們從大的排到小的 這四個位置 從大的排到小 先說最大的哪一個 有時候A有時候B AB一樣大 再來 CD又一樣大 這題出得很爛 CD一樣大 CD一樣大 B跟C比呢 B大概C大 就是這樣子 答案是A等於B大於C等於D 有什麼看法 可不可以弄錯了 Deming Ratio看橫軸 不是喔 橫軸是Deming Ratio乘OmN Deming Ratio是看角度 Deming Ratio是cosθ Arccosθ 對啦 這個就是對的 不一樣在這座 記了這是個分界線 記了是分界線 這邊 都是1 這邊會比1大 然後另外它跟OmN無關 所以這兩個會一樣大 所以這個這樣就有譜了啦 建議各位看到這個位置 要想到頻率的東西 那如果 同樣的位置 你現在你也學過Titleman了吧 那這個呢 同樣的位置 我重畫一次好了 你看看得有點亂 剛剛的這個我們已經排過了 剛剛這個排是這個等於這個 大於這個等於這個 那這個呢 一樣的排法 你確定這個也是一樣 好像是 那當然我們還可以再問這個嘛 對不對 這剛剛說過了吧 來拍一下 前後順序 B大於 B大於C 大於A 大於D 回去思考一下你有沒有得到這樣的結論 我當然還沒有問你什麼Tr啦 什麼Settling Time 我簡單講就是說 你現在有學過頻率了 也學過 時間軸的了 他們都會對應到 所以當你 所以當你 位置擺下去 擺下去 Time Domain Frequency Domain 你大概要有個譜 那我們把這個結論 把它看一下 這兩張圖 訊號從這邊進來 這裡有一個 Cross Loop 長這樣子 Opposy跟Y 這Time Domain的圖啦 這個是 所以你看它橫軸 這是個 這個時間軸 這是頻率軸 所以頻率軸 會有頻寬 這個大概就掉3db 一般我們定義了3db的頻率 大概是這樣 那這邊是先假設這個系統 是一個兩接的系統 像目前這個是Cross Loop 是兩接 所以它的Open Loop 大概就像這樣子 對不對 它的Open Loop 說穿了大概 等效是它會像這樣的東西 就是OmN 平方 S 加兩倍 DmN 這個Overall的m 就是你現在講義上面那個m 所以這個分析裡面是 不管你裡面feedback怎麼玩 反正整個equivalent Cross Loop System 那麼這是Tidal 所以Tidal面會有什麼 爬升時間 Overshoot 什麼這些東西 那這邊的話會有 頻頻是多少 Maximum frequency 共振的頻率 大小 這些 這兩個講的不一樣東西 不一樣在哪裡 以這張圖來看的話 我訊號是送的1 這個1是不是相當 這片圖裡面一個點 叫做Omega等於0的那個點 就是一個點 當我這裡 比如說給某個頻率叫做2 這邊跟這個不一樣 這張圖是 Input是1 1就是DC 它的頻率響應只看這邊的其中一個點而已 對於這張圖告訴我 假設的訊號送進來都是 Sine、Cosine這種訊號 這邊我們在Tidal面講 這個東西會有 Step 也可以是Ramp Ramp就代表什麼 有很多個Sine、Cosine組合起來 Parabolic也是一樣 但對應這張圖的話 這邊只有一個點 就是 是Input等於0的那個點 然後上次有個同學問到一個不錯的問題 我不曉得後來他有沒有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上次來問那個問題同學是非常不錯的 他 的確有看到一些狀況 各位來看這裡 我們前面講說那個Output 這個Output不是有 這有一個在站態的 那我說最後的分析是站態要拿掉 只留下這個 穩態的部分 比例響應是指這個 所以我那時候說 你看Y就等於這個 這是講Steady State 就是MG 但是有同學他就 因為我後來不是講這一頁嗎 得到同樣的結論 但是有同學就問 但是你這個東西又沒有講Steady State 我前面的這個講的是 Steady State 怎麼可能會一樣 我覺得他問的 非常的深入 那一樣我這邊也是暫時先不跟各位講一下 讓各位去想一下 我跟上次有問同學 大家回去想一下 因為我認為 這個如果去想一下對你的 基礎的部分會很有幫助 你看看在這兩個看點明顯就 不太對嘛 很明顯我在講這個時候我沒有特意的跟你講什麼Steady State 其實是有啦 其實是有 只是我想讓你去觀察一下說 這看起來等於這一個 這兩個之間似乎有一點點矛盾 有什麼地方 不對勁的地方 好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再來就是 加上一個Pole會有什麼影響 加上一個Zero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直覺其實已經知道了 就在環面做這些分析之前 我其實大概直覺都知道說 如果你加上一個Zero 因為加上Zero是把頻寬拉寬 所以一般來講他要反應變快才對 如果你還有印象我以前講說 加Pole跟Zero 我們在前面 Tintle面就講過 加在Open Loop System 還是加在Cross Loop System 那兩個結果是不一樣的 你加在Open Loop裡面會有Feedback 它會很複雜 如果你加在整個系統的Output段就Cascade Cross Loop已經做完 Cascade它沒有放在Feedback Loop裡面 它比較簡單 我會強調這個範例就當作一個 General Guide就好了 它不是完全都是對的 對兩階系統可能有一個會對 但是對高階系統不全然是對的 這邊想說如果假設你加一個Zero 原來Open Loop長這樣 我是不是加一個Zero進去 Cross Loop是長這樣子 這我們有交代過 我們直接把結論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Open Loop System長這個樣子 這個Case就是這個Case 就是這個Case 因為我把它Normalize OmA假設等於1 Demination假設等於1 這個如果2就變成1 2就1.414 所以你看到這邊1.414是這樣 這是假設OmA等於1 這個等於0.707 我們選這數 然後這邊加上一個Zero在這裡 那如果T等於0就代表沒有加Zero的意思 0.707是不是剛好在 Banguage 剛好在1的地方 它會有一個現象出來 先下拉再上去 這個下拉上去 純粹就是ManLab做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在這個附近是不是T很小 T很小代表這個Zero怎麼樣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不是一個Pole 在這裡 一個Pole在這裡 有一個Zero在這裡是負T分之一 如果T很小 那個Zero是不是很遙遠的地方 太遠它會怎麼樣 我們知道它的根軌跡圖是這樣對不對 如果這個拉得很遠 你是不是會越來越這樣 看起來跟直直的出距是差不多的 如果Zero是遙遠的天邊的話 所以也就是說 Zero如果太小的時候 其實對這個系統來講是沒有什麼多大影響 它原來怎麼樣就長怎麼樣 所以它會折過去 這個折過去的話 K要很大很大才會折到那邊 一般你系統K都不會到那麼大 這麼大你 電路上就省起來 所以 Zero如果太這邊前面 Zero一定要往這邊走 Zero往這邊走是不是T 是越變越大越變越小 變大 所以越往這邊 所以其實比較有意義的是這邊 所以這個大概給你一個簡單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們本來就預知 預理認為說加上Zero的頻寬應該變寬 這的確是加上Zero的頻寬是有變寬 你看那個頻寬是有變寬的意思 那至於說這兩個字件的話 你可能要用Rulocos幫你的忙 太近的時候那個頻寬到底是什麼 所以也就 看你也沒辦法去解釋這一段 這個我也拜託大家來想一下 你一定要用很多東西去想 這門科目才會學到東西 不然你只是保管一份而已 這個他把一些那個結論畫出來給各位看 這個是假設那個Demid 就是剛剛那個例子 T等於是這個藍色的 最外面的這一條是藍色的 它的頻率響應 就是沒有加Zero的時候 但是一旦你加到Zero以後 T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看是不是 這稍微被你拉上了 T開始 剛開始會掉下來 藍色線剛開始掉下來 那T慢慢變大 它就開始變大起來 這變大代表什麼意思 快 這個變大是不是代表高頻被你放大的意思 這是橫軸是頻率軸 這個往下掉不是Low-pass filter嗎 效果就很好 但是一旦你加上一個Zero進去了以後 是加在Open Loop裡面 它的效果就會把這個整個拉上來 因為這個越來越高了 因為當你加上一個Zero的時候 高頻會過去 高頻過去 顧名是從這裡看 頻寬是不是 是越變越大 頻寬是不是0.707 頻寬為什麼是0.707 因為我這裡有個0.707我怕你會弄亂了 Damping Ratio的0.707 然後這邊頻寬又什麼0.707 這個0.707是不是對應就是-3db的意思 0.707就是剛好二分之一 這個橫軸是magnitude 我們說是power這樣一半 所以你把它平方 剛好二分之一的平方不是變二分之一 所以這個拉過去是不是就是 頻寬的意思 所以你看是不是 越來越大 這個會比較大 T等於5比較大 T等於141的比較小 所以這邊告訴你說 如果你把Zero越接近 T越大就代表Zero越往gω這邊走 對你的頻寬就越變越大 你可能要去思考另外一段 你看 剛好說是不是這樣 -1.414 -1.414相當於是-0.2 那這邊是不是有個Zero叫-T分之一 那T如果等於0.2分之一會怎麼樣 第一個直覺 T等於0.2分之一是不是就 這個Zero一直往這邊走 是不是剛好就碰到這個 T如果等於這個指數剛好對銷掉 這系統是變成單一的一個Pol 那單一的Pol它的頻寬怎麼出來 不是兩階 它剩一階啦 你就如果有個系統 S加P 它的頻寬在哪裡 如果有一個Cross Loop 是這樣的 這個Bandwidth在哪裡 就在P的地方 一般就這樣 擺一個P 因為這樣才是DC GAME等於1 這PPP就是DC GAME等於1 這個系統它的頻寬在哪裡 就在P的地方 你看 S等於JP PP是不是都消掉了 所以變成E加J E加J的Megg 是剛好更二分之一 所以SinglePol 它的頻寬就在那個Pol的位置 Pol就代表它3dB的頻率 但是旁邊還有一個Case 旁邊這個Case 假設Dame Ratio是0.2的 所以0.2其實趨勢大概差不多啦 唯一不一樣是0.70G 這個M不會有最大值 這邊你看到它會有 Pick會跑出來 但那邊結果還是一樣 你T的越大 Zero越接近GAME走的話 它的頻寬會越大 那這邊是對應的Time Domain 剛剛那個Frequency Domain 這邊對應的Time Domain Time Domain的顧名是 我加上Zero的話 一般來說反應要變快 加上Zero高頻可以通過 它反應要變快 所以你看 T等於0的反應是這個 不同的T反應都變快 這個都符合我們的要求 跟我們的直覺是一樣的 頻寬變寬上的反應一定會變快 這是另外一個Case 這是Beaming Ratio等於0.2的那個Case 那加Pol 原來是這個 我現在有一個Pol放在這裡 那各位知道Pol的話會消掉高頻 所以一般來說它反應要變慢一點 我要再把結論給各位看一下 因為這個Case也是怎樣 Omeca1等於1 然後Demian Ratio等於0.707 所以當你沒有加這個Pol的時候 它的黃色線是它的那個 Magnitude Response 你加上這個Pol Pol就變成三接了 它就有機會變大了 這就有機會變大了 那我才跟你講說 是不是加Pol就會變大 Case by case 我沒辦法跟你說一定的結論 所以 加上去一定會怎麼樣 所以 我只跟你講說 一旦不是兩界的東西 你要 你剛剛說兩界的思維的話 只是它是個趨勢 但是最後驗證必須透過電腦來幫你 因為人腦沒辦法處理 三接 四接 五接的東西出來 但是這幾張圖告訴我什麼 各位來看一下 平寬 平寬是變大變小 你只要看到Magnitude Response 第一個直覺就是平寬 平寬是看這個 0.707 是不是 一路拉過去 T等於0的是這個黃色的 T等於0.5有機會稍微拉大一點 當然很快就會拉回去了 T等於0.5 T很小的時候 是代表多一個Pol在很遠的那個地方 那個其實影響也不大 比較有意義的應該是 把Pol拉近一點的時候 Pol拉近於T比較大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當T比較大的時候 顧名是平寬會變小 平寬會變小是符合我們的期待 加上Pol 反應變慢 平寬變小 剩下就是Title面 所以我們 在這個學期結束之前呢 我會介紹另外一個重要的東西 叫做 Ninequist 這應該是正學期結束之前的一個重頭戲 剛開始 各位學過一個叫Lews-Hurris 然後後來學了一個Mason's Rule 再來就碰到Lews-Hurris 再來看Ninequist Ninequist的Stability 你看我們之前講Stability Lews-Hurris講一個Stability Lews-Hurris又跟你講一個Stability Ninequist又跟你講一個Stability 先不要講這個紅色 Lews-Hurris是不是只能告訴你說 右半平面的Pol有跟沒有 只要有就是unstable 但他沒辦法告訴你在哪裡 左半平面 左半平面有幾個 所以Lews-Hurris 跟人家講說 右半平面有幾個 左半平面有幾個 GMA卡左上面有幾個 他只能告訴你個數 沒辦法告訴你Location Location要透過 Lews-Hurris可以告訴你Location 那不就好了嗎 全部都解決了嗎 No 我們之前講過Lews-Hurris碰到有Delay的系統 他是沒辦法處理的 所以如果系統產生Delay Lews-Hurris Sayonana 這時候誰來幫你 Ninequist他有辦法幫你做這件事情 另外 Lews-Hurris看不出頻率響應的東西出來 Lews-Hurris只能告訴你 跟的位置在哪裡 但跟的位置在哪裡 跟頻率響應是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你發臉比較透過極端的想像 Ninequist跟你講說 如果我透過頻率響應 我不但可以知道他的 頻率的Response 又可以知道他的Stability Ninequist最大的貢獻在於說 他用Frequency Domain的東西 幫你做Stability的判斷 同時可以解決 系統有Delay的時候 他解決Lews-Hurris裡面有Delay的狀況 所以Ninequist因為他有很多的貢獻 所以 這個東西就被放在教科書裡面 Ninequist這個東西 其實Body會跟他對打 Ninequist畫的圖說出來就是 Body的那兩張圖 但是Body沒有後面的論述 Ninequist是用Body的結論 他把它用在Stability裡面 所以人家有很多的創意可以跑出來 我慢慢會跟你解釋 Body跟Ninequist的差別在哪裡 Record一下 Body是不是這樣 Omega 這邊是Magnitude 這邊是Face Body有兩張圖 一個叫Magnitude response 一個叫Face response 就對於某個Omega Ninequist很簡單 這個我畫裡頭 一般我就是一個自然坐標 Ninequist就把你畫成極坐標 根據極坐標 跟Stability扯在你解決的 Ru-Laukes不能解決的Delay問題 人家就有貢獻出來 所以簡單講 我們說一個研究有沒有貢獻 並不是說這個一定要創新 從來沒有做過 沒有 所以你做的研究是這樣 你不必要第一個 但是你一定要 要有亮點 要有區隔 在你做的那一塊裡面 你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我看看Ninequist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所以剛剛講的Delay問題 它還可以提供Relative Stability 什麼叫Relative Stability 假設你跟我都Stable的系統 我們兩個會喜歡比一比 我比你更穩定 你又說 什麼叫做更穩定 那我們知道 如果我Close-Ru-Pol 我們更穩定的定義是這樣的 一組Pol Pol一定一對的 這個叫A 這個叫B 這裡A跟B 這個Pol是不是有什麼 S平方加兩倍 DbOmS加Om 所得到的 這些係數值 是不是一大堆的電阻電容 或是電桿就得到的 電阻電容電桿會不會隨著時間去變 會不會隨著溫度去變 以這組A跟B來講 你覺得哪一組比較穩定 就說A跟B都穩定對不對 因為它都在左半平面 我假設要Close-Ru-Pol 但是這兩個人如果 有變化的時候 當我這些參數有變動的時候 Close-Ru-Pol就不開始變動 所以控制有一門 叫做Robust Control 叫做穩健控制 當我在系統參數有變化的時候 你的控制器本身 是不是還是可以保持 在那個Spec裡面 而且還是Stable 這叫做Robust Control 那以這個來說的話 如果你A跟B兩個Pol有移動的話 你很明顯 A是不是比較容易跑到右半平面 B相對比較遠 所以我們一般會說 B這樣的系統 它Relative to A 的話 它是More Stable 就Relative Stability 是B比A好 如果你設計系統越往這邊 越往 遠離Geo-Mega 的話它的效果就會越好 這是我們這個字眼的意思 所以這個Relative Stability 它是可以幫你判斷出來 然後這個也可以算得出來 Pulet Delay 的時候也可以解決出來 至於第二件事情 那個是見仁見智 他說 這是郭先生的看法 你不用相信書上說的每件事情 不用吧 那我們現在下課 Pulet Delay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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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